講一下我跟點養怎麼回事 因為我現在是微軟騎生 然後 生一個記事總科 好我們就吃了我都來講完 然後他還參加我們微軟的課程 然後我就看到報告 我在一同學報告名字之後 他說我叫古點養 蛤?你在看我們開玩笑嗎? 因為你叫古點養 就看到真的叫古點養三個字 我真的覺得太酷了 所以我那天來誰要活動的人 我就加他好友 因為他名字太酷了 就是這個原因 對 然後我會被邀請來 其實我蠻蠻蠻 非常非常開心 那這後面會講為什麼 OK 這是我名品長這樣子 所以我就想說 我們拿來當我的簡報的開頭 那有機會大家可以交換名言 那這是我自己 我忘記就是某一天在整理 我自己的資料的時候 看到自己的筆記本上面 寫的一句很帥話 那這句話大概是我可能 2014年的時候 開始怎麼講的 那我自己說 唯有你把你自己的名字 當作品牌在經營的時候 你的名字才只能在這世界上 有一點小異 那當我自己想到這句話 覺得很帥的時候 聽說葉秉庭老師好像也講過 那總之 在我自己想到這句話的時候 我就很認真的開始 經營我自己的所有人生 包括我今天會推薦的東西 我Facebook 我說的任何一句話 那最酷的一件事情是 我發現我的朋友 開始也被我影響了 那今天 我覺得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 當我就是 前一陣子的我Facebook上面 寫滿了番茄牛肉麵 那為什麼我會做這件事情 就是一件很酷的行銷 但是 做這件事情 讓我發現一件很酷的事情是 當我今天我去寫說 我真的推薦什麼東西 我覺得什麼東西很棒的時候 我的朋友開始跟我去做這件事情 就像焦點 昨天晚上分享 那篇文章其實是我分享到我的臉書 然後被拿去再分享 然後包括我剛剛說的番茄牛肉麵 就是我連續說了三天 我覺得我很想吃番茄牛肉麵 然後我的背處大概十個朋友 沒有五個朋友都跑去吃番茄牛肉麵 超酷的吧 我覺得酷必了 對 那這句話我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很大的一個原因 是我希望就是 因為我兩年前跟大家一樣坐在海峽 然後聽上面講著在講話 但是我開始聽了之後 我發現我開始追隨他們腳步 並不是因為他們現在在我眼中很帥 而是因為我覺得他們做的這件事情 是我未來想要成為那樣子 所以我就開始跟他們做的事情 那當這個地方掛上他們名字的時候 我就開始做這件事情 所以從那一次之後 我就開始很努力的 希望自己的名字是有影響力的 所以就開始了一個莫名其妙的人生 那這次大概是我的簡歷啦 那就是比較這兩三年來 我自己覺得還蠻大的東西 就是看一下就好 不用太認真 對 那就是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但事實上 唯一是要來的事情是 今天如果我把我的鯉魚表彰 也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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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一如上面這些 好我們看一下 有什麼比較厲害的東西 啊 啊 OK 這 就是好 十節副會長 然後 訓練指導老師 就是我現在是 各個高中的社團指導老師 這是一件 這很多的事情 但其實沒有 然後 還有海才兩岸青年節的比賽 然後 微軟實習 還有一個小小的小公社的時節 還有 一二十幾號 其實得到了一個全國大專 又是說經典這名字 對 這是看起來很多的東西 但事實上 你認出了這個人嗎 你都認不 am I 就包括連你們三個關鍵 是我到現在都還沒講到 你們只有聽到 我還沒講到 欸 欸 欸 拍照 拍照 欸他拍照了 捏 他拍照了 捏 他能過癮啊 換美店了 換美店了 好啦好啦好啦算了 其實你們只有看到我剛剛講的就很帥嗎 但事實上 我是一個這麼樣的人 我今天二型一歲 有雙子座O型 O型還是上個月才做出來的喔 我活了二型一點才知道幾人 O型 對 然後真的是妙妙能夠開老的人 那種 對 魚很吵 吵到魚不行很吵 那 很吵其實你可以考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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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好 然後我是台北的人 倒不是第二 evolution 我家座在五谷 我今天早上一開門就說我家下學了 超帥的 然後我真的很喜歡旅遊 我喜歡思考 我喜歡跟路人聊天 我做過最酷的一件事情是一整天我告訴自己我要跟一百個人聊天 我就走出去看到老公在聊天 更酷的是這一百個人沒有一個人覺得我很奇怪 呃有啊 當下 當下可以覺得我很奇怪 但我今天我就剛剛去跟他說 嗨 你好 我今天想要跟你聊天 他就嚇到我 然後我說沒有 我今天目標是要跟一百個人聊天 他們就覺得可能就是被老師開了一個奇怪的個性 對 但是我沒有就是我想做這件事情 對 然後我很喜歡旅遊 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歡 然後我是一個非常非常忙的人 我忙到就是像今天就是我來演講 典雅其實在上一月就不合我這個時間 對 很酷 就是我是一個非常忙的人 但我很有可能就是非常非常隨心所遇到就是 可能我好 我下禮拜我想放假 然後我就打電話公司說 我什麼時候之前我把東西做好便宜 但拜託下禮拜給我放假 然後如果他沒有播我 但沒關係我還是會做給他我就自己放假了 這是我一組的事情 然後還有我非常非常喜歡看日劇最近 因為我愛上了一個日劇女星 她叫《淚寧有記》 但是她好正 對 然後像剛剛說我是一個想幹嘛就幹嘛的人 所以事實上我其實今天簡報我就把簡報做得很好 就是前面看起來做得非常好 因為我前面是燕良 但我知道今天事情做的壓力就非常大 所以我做到我的簡報做得很漂亮 然後後面就開始自爆自棋了 你們真的就會看到自爆自棋的那一段 然後其實我今天分享還蠻酷的這件事情 是我大學四年的人生我把它切得非常非常乾淨 我大概一整年都在談戀愛 所以我認為人生都該從談一場戀愛開始 真的這是一件很酷的人生 不管你今天是跟誰跟人談戀愛也好 跟一本書談戀愛也好 跟任何人事物只要你認為你愛他你喜歡他你就輸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台灣戀愛之後我開始意識到說 其實我個人並不是那麼認真在跟大家做交流 我反而是一直讓自己守在一區 就像現在有一群圈 那我台灣戀愛之後我自己就踏了出來 因為我們在談戀愛的時候 我們是最真的自己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但其實我們可以去注意 當你在做一件自己很喜歡很熱愛的事情的時候 你可以毫不避諱地去做你自己很快樂 但是我說的談戀愛是一場完完整整戀愛 包括失戀 包括分手 包括甚至是被劈腿 無所謂 只要你今天真心的愛過 真心的痛苦之後 你會開始珍惜人生中的所有事情 包括可能今天我 像我剛剛電腦摔到 然後壞掉了 這些事情 其實我真的非常非常難過 但是現在還是可以很開心跟你們聊天 因為我真的覺得就是 人生難得也是電腦變摔到嘛 然後談戀愛其實我認為大家至少會在裡面 學到幾件事情 第一是負責 再來是照顧人 或者是體諒 這是我認為我在談戀愛的當下的時候 我覺得我學到的 但事實上 這是戀愛裡面的成長沒有錯 但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談戀愛或者是我們人生 永遠不是美好的 因此我們 我覺得所有的成長都是 笑容與淚水交織流程 而這是能夠讓你學到的東西 往往是那些淚水那些痛苦 所以呢 我覺得失戀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包括我剛剛說的 那我在大衣一整年 我花了整整一年 很非常美好的戀愛 然後大衣一整年 痛不到也不行 每天跟行事走路一樣 我朋友看到我第一句話 是 真的很誇張 然後我在一個禮拜之內 爆瘦了八公斤 我爸媽嚇壞了 我爸媽真的是瘋到也不行 而且我從來沒有在家人面前哭過 可是那一天 失戀的當下我回到家 然後就把人 砰一聲摔下來 然後躺在床上 就沒有哭 完全沒有哭 自己還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的狀態 然後我媽媽就 不知道我幹嘛 我媽媽覺得我超沒禮拜的 然後現在還摔門 然後進來就叫她 然後媽媽很生氣 媽媽就開門 你幹什麼 然後我就 你不要吵我 我就大哭 全是又嚇壞了 但是 也因為這樣子 我開始懂得真實家人 因為在那時候他們 好想哭 他們其實當下並沒有 問我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知道我非常非常難受 所以 給了我最大的鼓勵給了我 最大的支持 當下我想要做任何事情 他們都說沒關係 我把你 包括我的同事 我的同學 這是不是就透露了 我工作都被別人做了 為什麼 對 沒關係 但其實 四面讓我真的學到的是 認識卻弱了自己 這是我整整 是 現在是幾歲 19歲真是一個糟糕年紀 在我19歲的時候 過了整整19年 我才知道 現在我認識了真正的自己 而這真實的自己 是 如此的快樂 如此的痛苦之後 我才能夠去 卻練出來的 自己最真實的樣貌 那 在那之後 其實 我最學到的一件事情是 你必須去接受 所有自己的肉殼的樣貌 因為只有這樣子 你才能夠 真實的感受到 自己活在這世界上 那麼 在這前提之上 我們必須做很多的反省 而這個反省是包括 你也可以去接受 最不完全的自己的那樣貌 那也是 在那一次 其實我那時候 談戀愛好像才能還蠻 封閉的 就是全世界 並沒有人知道的是 我教女朋友 雖然好像那一天知道 但是就是我自己沒有講 但是從那之後我發現 其實這件事情是會包容你的 但是你必須先包容你自己 然後 也是因為失戀 這樣好帥 也是因為失戀 所以 我學到的這件事情 那時候疊得越痛 你才越不怕痛 那 多數人都會說 你蹲得越低 你才會跳得越高屏 我那時候蹲得跟低的 低的怎麼樣 但是其實你往往跳 都不是跳起來的 你必須跌倒 跌倒 跌得越痛 你才真的越不怕痛 因為我那時候都說 多數的朋友現在失戀 我都會跟他們說 他們都會說 我真的好痛 我好難落飛 我失戀不痛 但是我都會告訴他們說 這件事情是很好的 我不會想 我不會告訴你怎麼樣 才能不痛苦 因為在你痛苦過後 你才知道怎麼樣才不會痛 那 在那之後 我朋友 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找到創業 那時候完全不知道 什麼叫創業 就是說 蛤?那是什麼? 真的 在我哭完 然後我在吃飯 然後我在那邊哭 然後我朋友就說 欸我一直說要咬 蛤?怎麼啊? 那感覺超糟的 你知道嗎 可是也是因為這樣子 就是 可能是另外一道第七 去把帶我走出了 也不是帶我走出來 就是我發現 原來出了戀愛這件事情 之外 我可以做什麼 開始看到自己人 真的這樣子 對 那正在照實 這是我創業團隊 叫小凡傳人力培訓團隊 但是我現在離開了吧 只是他們做的是一個 很單純的高中生的一個 教育培訓的事情 那很酷一件事情 是你從來 我覺得大家應該不會聽到說 創業你會聽過 超過五個人以上的團隊 通常 超過五個人以上的團隊 創業大家會講一句話是 不可能 有點失敗 對我們失敗了 但無所謂啊 失敗很快樂耶 我們超快樂 我們做了兩年半的時間 但是我們非常非常非常的快樂 快樂的原因 並不是我們的成功 並不是因為我們影響多少人 而是因為我們影響的不齊 而這邊是你可以看到 我們到幾啊 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 八個人 對我們有八個人 那我這八個人裡面 其實我們每個人來自不一樣的學系 那在這裡面其實會有很多碰撞 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像我自己是 我唸教育科技系 教育科技 他是用一個數位方法做教育訓練 那詳細部分我們可以等等談 但總之 因為唸教育科技 所以我們很容易跟社會學去碰撞 甚至很容易跟口傳的吵架 因為他們會覺得應該是這樣 而且唸口語傳播 你們不要想看唸口語傳播 你們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他們超會吵架 超可怕的 而且他可以不帶招職 並且用標準的北京的製造槍圓的方式跟你吵架 然後還可以吵完之後笑笑的說 對嗎玉民 對 那感覺超糟的 然後還有上面 工業工程跟資訊管理 他們兩個自己很容易吵架 那資訊管理也很容易跟器官吵架 那器官也很容易跟筷子吵架 你就知道其實我們每一次開會的時候 我只能講一句話 就會有七句不一樣的話 這是一件超可怕的事情 但是還是創業的朋友們 這才是你最快樂的地方 因為吵架 所以我們感情更好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才可以去激盪當中 不一樣的可能 那也是因為這樣 我才學到的事情 其實真的不是一體兩面 我們應該要有更多的聲音 才會有進步的空間 這是一件超級無敵酷的事情 在意識到這件事情之後 我去演了一部舞台劇 啊為什麼這邊開始看不到資 因為我被開始自暴自棄了 這邊先跟你們提醒一下 下一張會更可怕 但總之 就是我去演了一部舞台劇 那是因為我現在參加了學運 那我是 算了這不出面沒關係 我是第一批衝進行政院 呃 立法院 立法院的人 欸第二批 我有第二批 那 衝進行立法院就是 一件超酷的事情 那時候我表哥是社運分子 他答應他就說 欸我要衝進行立法院 你過來 蛤 沒有沒有我沒有說好 我當下是 蛤 幹嘛你要配會了 真的 因為我剛說的時候也有 就是可能被邀請進去看 就是立法院國會是怎麼運作的 我很認真的以為他是要進去看 所以我就想 對對我我很認真是這麼想 然後我想說七點多 晚上七點多 蛤 欸這個時間好辛苦 哈哈 他說好啊 那我等等去啊 你等我下 他說好你快要你快要 我們要行動 他就很緊張 可是我還是沒有搞清楚狀況 然後我想好酷 我可以進去參國會耶 然後我就去了 沒想到就這樣藏進去了 然後 就椅子就被 門就被椅子堵住 然後就出不去了 但是這樣的狀況 可是我在裡面看到很多很酷的東西 例如 你可以看到林飛板的雷一樣 然後坐在那邊 然後突然站起來的時候 記者來然後很 非常非常的端狀 然後把記者音樂很乾淨這樣子 只是在裡面然後你會聽到很多不一樣的聲音 包括裡面我們還甚至有一個大陸的學生 然後他會說 你們這樣不是好的 他希望我們可以出現比較不一樣的可能 那這邊就不說 他名字畢竟有不一樣 對 然後 然後在裡面你會看到很多 很不一樣的人 來自不一樣的職業 來自不一樣的世界 甚至是記者 尤其是記者的大哥們 他們最喜歡問你一個問題是 你到底為什麼要來啊 然後我遇到這個問題 我很害怕 因為我真的是想去參觀國會 對 可是 雖然我是抱持著那樣子心態去的 但是我大概去了 大概半個小時之後 搞清楚狀況之後 我發現原來我進來是對的 並不是因為我真的想去參大國會 而是因為我看到了 真的是見證了歷史的發展 那那時候其實我在自己的Facebook上面 做了一件非常非常勇敢的事情 就是我在上面寫說 我在見證台灣的歷史的改變 然後我爸打電話給我 因為我爸看到我不打他 我爸平常不用飛出 他那天好死不死就用飛出 然後他看到我打電話給我 打電話給我 不敢接 因為當下不敢接我殺壞了 然後後來 他打了兩通我都沒有接 過了三分鐘之後 半個小時後 回播給他 我就 聲音真的是戰鬥了 我現在已經學不出來 沒有那個感覺了 然後戰鬥我就說怎麼了 我爸就說你現在在哪裡 我說我在立法院 然後我爸就說你剛剛回家 你現在在幹嘛 我就講了一句話 我就說為什麼要回家 你在為台灣的歷史做一點 不一樣的可能 然後我爸媽就是 他們其實是非常非常保守的 然後他們一直覺得我這樣就是白癡 但說不知過了兩三天之後 我爸媽陪我一起翻牆 走進去 酷吧 超酷的 帶著把我媽媽翻牆 一個人把手 把你小心哪一個會戳到 對 那其實在那之後 我開始學會什麼叫思辨 開始學會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後面做了很多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這邊就開始製造自棄了 我本來想要用的這麼漂亮 可是我真的沒時間這樣往來 所以我想要告訴你們的是 其實來到這邊讓我很快樂 因為我的人生是從 我不一樣莫名其妙的人生 對 我不一樣的這次從焦點開始了 那今天我回到焦點分享 是因為我相信就是 我當初跟你們一樣 我站在這邊 我想要聽到一些不一樣的可能 我希望可以 拓展我的人生更多的道路 然後我看到獎者 他們好像去過很多很厲害的地方 我就開始追隨他們腳步去 學他們的樣子 相信我這不會是壞事 這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因為當你去模仿的時候 你才能創新 做的創新都是從模仿開始的 所以從那之後 我就開始做了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例如是一個講師 去Changemakers 王滬花老師的一個計畫 大家可以直接申請 加入那個計畫 一旦Changemakers就有了 然後TTF人臺獎堂 那我在TTF人臺獎堂 找到了一個mentor 他是LINE的總經理 陶韻是老師 陶韻是先生 陶韻是家哥 他應該比較想要教陶哥 對 他喜歡自己的眼睛 然後 從那地方開始 我去接觸到很多 我都不一樣的高階經理人 我去學會了 怎麼樣主持 怎麼樣表達 怎麼樣在台上 你要必須在江澤獎 玩的當下 馬上非常精準的問他 非常有漂亮的問題 然後讓他回答不出來 好爽 然後 然後他結出青年學生會 那現在是任副會長 對 那這是一個還蠻酷的地方 學社會關懷的地方 然後談到第二次聯絡 哦 大家前面看到的影片 加後面所有照片 都是我女條牌的 然後市場同學專案 因為我開始意識到 其實淡獎 雖然台灣有8%的市場學生 是在淡獎 所以我跟我學弟妹 一起做了一個 市場同學生活改善專案 然後行銷競賽 我開始接觸到行銷 發現原來自己 應該還蠻適合貿易的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主持這部分 是我開始去接 跟政府合作 然後甚至在上面 TTF這邊 去接了一些主持的Cats 然後突然 就我自己是淡獎人 然後我就跑去府大 開了一個活動 那本松他是我的獎者 就是 你們介紹一下 小小就是Cue一下 為什麼 因為我不想再淡獎辦活動 我不想要被學校認識過 因為學校會覺得 你沒事去幹嘛 對 一如那時候在學運的時候 學校有時候也是打電話 欸 運營還好嗎 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的狀況啦 對 然後找Ment就是 我看了一種經歷 那接下來我加入微軟實習 然後我還去兩環交流 然後還有 水谷大專又做情研 對 大致上是這樣 我有完美的Cue觀眾 YES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你 謝謝我 謝謝你